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求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国拼的最新情况 中国乒乓球队的主力队员目前正在加紧备战 在5月1号就要开始的沙特大满贯的比赛 但整个5月份其实沙特大满贯只是拉开这个忙碌月份的开始 5月份的比赛还是非常多的 有三项赛事会跟咱们的国拼主力运动员有关 除了沙特大满贯比赛之外 在5月底就是5月20号开始将会在中国境内有两站比较重要的比赛 分别是在太原的常规赛 以及在5月30号也就是5月底在重庆举行的冠军杯的比赛 这也是今年冠军杯的第二站比赛 冠军杯的比赛级别是要高于常规赛的 所以这个比赛中国队的参赛名单会是怎样的 也是备受关注的 因为其实在那个时候中国乒乓球队的奥运会名单 也已经是最终确定了 那这一战冠军杯就成为名单确定之后 比较重要的一战练兵的比赛 那冠军杯的话呢 对于每个协会有着非常严格的参赛人数的限制 最多的话呢 是不允许超过4名运动员 最终中国队目前的名单已经是正式出炉了 这次中国队所派出的参赛名单依然是目前男女单打世界排名前四的球员 也就是男单的王楚清 樊振东 马龙以及梁静坤 女单的孙颖莎 王曼玉 王毅迪 以及陈梦 那么比赛的五号种子也就非常受人关注 目前的话呢 没有顶尖运动员缺席的情况出现 男单的五号种子 是这个勒布伦 女单的五号种子 则是日本名将早田希娜 因为受到参赛人员的限制 那陈兴桐和林高远的话呢 是暂时没有办法参加这项比赛的单打赛事的 当然如果说啊 这个中国队能够拿到外卡的话 就可以考虑给到林高远和陈兴桐 两个人一人一张外卡的资格 当然这个都只是后话了 目前的话呢 也只是截止到 现在为止的一个参赛名单和种子席位 那即便是将这两张外卡给到陈兴桐 以及林高远的话呢 他们的分组抽签也会非常的受人关注 因为他们就不会作为比赛的五号种子来参赛了 目前两个人的话 都是世界排名第五的选手 其实是要高于勒布伦和早田希娜的 那眼下中国队奥运会名单的竞争比较激烈啊 主力队员其实我觉得已经问题不是很大了 无论是男队还是女队 尤其是女队 王毅迪基本上已经是被淘汰出局的 上一届东京奥运会的夺冠团体赛的主力阵容 应该会继续保留下来来参加女队的比赛 男队的话呢 许新的位置由王楚清顶替 樊振东和马龙也会正常参赛 关键是这张替补资格将会花落谁家 还是挺受人关注的